從藝人陪同 特別是蜜多麗 以及蘇娜娜 來請搶心理的腳步 嗨 Welcome 來請中間請 我們先讓美女朋友們捕捉一下 來兩位這邊請 還有我們的總經理 以及蘇娜娜 好 我們請先看 一起看前方 一起看前方攝影記錄 我們官方的攝影記錄 請看我們的大家堂 我們的長官們 好 我們現在可以 是讓媒體朋友們捕捉一下畫面 也謝謝兩位長官 首先呢 來參與到我們的 信義之夜的現場 來 請看前方 大家正中間的攝影記錄 好 舉手這位 在視線移動到右邊 我們可不可以請右邊的媒體朋友們 我們來舉手一下 如果我們需要視線移植的話 好 右邊 這位 這位媒體大哥 好 我們請看這邊 來 再移到我們的左邊 左邊 我們這邊 來 左後方 好 我們的一樓看台區 好 有一位攝影大哥 來 摸一下畫面 好的 好 首先呢 我們要邀請到的是 我們的執行長董剛一郎先生 為今天的活動來說幾句話 動手喔 來 請 各位 各位 各位媒體 小姐 先生們 大家好 好 好 今天 每本市 是 美麗大 一天 今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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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rious Glorious 英姨 英姨 意思是 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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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樣的意思 神經 不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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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到啦 日清準備好了 心意不佳 所迷的東西 店頭方面準備好了 現在開始 現在六點 到十二點 六個小時 大家 Let's go party! 謝謝 我們情依常董 他說今天我們這個幸運 維豐有很多獨家的商品 會從六點鐘 到十二點鐘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來Party 好的 謝謝我們的情依常董 接下來歡迎到的是我們的總經理店名男先生 來說幾句話 どうぞ 現在的學民 媒體朋友大家晚安 晚安 今晚是結婚新一 第五次版 新一職業公館活動 今年的提題是 農藥參選職業 意願的話 Glorious Night 我們特別準備了十五獨家商品和香港活動 希望大家更愉快 玩得開心 謝謝 謝謝總經理 以及謝謝我們執行搶動 謝謝 可以先無路面休息 Thank you 謝謝 好的 來 我們請先讓 好 沒關係 兩位 兩位美女先暫且留步一下 沒關係 她在授課的同時 我們先讓舒娜娜讓美女朋友們拍張照好了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好 來來來來來 到中間 好 兩位我們的微風女神 蜜多莉 以及舒娜娜 來 我們兩位來合宜 請看前方 前方的攝影記錄 好 白色這位攝影大哥 好的 然後再移動到右邊 你們的視線在右邊 右邊這位黑色的媒體大哥 好 再到左方 左方 左方也有我們的電子媒體 跟我們的平面攝影媒體 好 中間 下方 我們這邊有一位大會的攝影師 好的 兩位分別是蜜多莉及舒娜娜 都是我們微風集團的前緣藝人 各自做非常棒的一個表現 不同的跨靈發展 待會好好地跟他們來聊聊天 好的 謝謝 我們先從蜜多莉開始訪問好了 待會再去舒娜娜 妳好 妳好 恭喜妳 謝謝妳 因為大家知道嗎 蜜多莉生了一個好可愛的小男孩喔 對 現在為人我有沒有跟我們分享一下心情 從一個女神對不對 她現在擁有了一個自己的寶貝 對 她是我的小男朋友 她很黏我 她很黏妳喔 對 她現在是一歲兩個月 然後她每天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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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這麼甜喔 對 因為我知道蜜多莉其實 平常在我們的微風相關的這個露出 都是比較酷 比較sexy一點對不對 現在可能聊天覺得 妳就是一個散發著母親光榮的一個 對 名模 對 但我很好奇喔 就是說她叫名模跟媽媽兩種身分 妳自己比較喜歡哪一種身分呢 我都喜歡欸 我當模特兒的時候是真的 我愛我的工作 是 所以我比較美美的 然後酷的 很酷啊 sexy啊 外頭面笑 但是當媽媽的時候是 就是 也是我 對 也是妳不同的面 也不同的我 所以我都愛 都很喜歡 而且我看是不是 因為現在有小男生的關係 所以我看妳的YouTube 也是很好的在發展 妳現在也是個YouTuber嗎 啊 雖然我加油 加油加油 再努力 那妳會希望走什麼樣子的風格跟路線 因為工作 當模特兒的時候 然後我真的 像我剛才說 我非常非常酷 但是YouTube上也 我想多分享我的自然的我 我跟兒女的生活呢 然後怎麼運動呢 什麼的自然的我 對 其實我覺得之前 MIDNOLI感覺起來就是比較 比較冷豔一點 大家都覺得很有距離 可是你看我們今天這樣 面對面的聊天呢 跟現場所有朋友見面 特別是聊到您的孩子的時候 對 完全就變成是一個大女生 對 然後妳的孩子就是 就是好朋友 對 妳也可以讓更多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了解到不同的面向 對 我們非常的期待妳之後 YouTube上面有更多 跟孩子的互動 好嗎 謝謝 謝謝優莉 謝謝妳們 那旁邊這位就是 舒娜娜 也要恭喜娜娜喔 舒娜娜 我們台灣之光喔 拿下的這個代言心情怎麼樣 謝謝 因為這也很剛好 因為我在今年三十月 有出一份寫真 然後叫混血精靈 然後剛好這一次的 影險經代言 他們就是想要找那種精靈系 然後就是剛好 剛剛好 而且聽說這次整個拍攝的團隊 其實都是我們微風的團隊 對 所以合作起來是非常的舒服 而且很放心 是 那另外妳同時也是另外一個 登箱品牌的一個 算是形象的一個代言人 對 妳自己本身 因為看起來妳都是不不漂亮的model 平常喜歡接觸這種 outdoor的大自然 對 我滿outdoor的 然後剛好就是登山平台 這個就是招惡到大型 是 所以其實真的是很期待喔 今天入館是娜娜也好 或是美多莉好 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面向的你們 謝謝兩位 好的 請先入館休息 謝謝妳們 喔喔 好精采喔 一開始呢 我們就有兩位 微風女神打頭陣了 接下來呢 馬上就要開始我們今晚的 星光大道 首先歡迎的是 孫敗傑 歡迎這位帥哥 喔 同時呢 她也是時尚指標的新寵兒 另外 她其實是很跨界喔 之前是廣告品牌的長官喔 來 妳好 這邊請 我們也先到媒體幫我們捕捉一下 妳的讀照 好 來 請看前方 好 孫敗傑 真的是身不可測喔 多才多力 好 來看右邊 右邊我們的媒體大哥 來 還有 右邊這位舉手的大哥 好的 視線 好 這邊這邊 那位 好 好 好 麥姐也是最近的時尚新寵兒 好 左邊 左邊我們也有電子 還有我們這邊也有的攝影大哥 好 好的 我們麥克風 我們讓麥姐 來跟大家聊 先不先在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還有媒體朋友們 打聲招呼呢 哈囉 各位觀眾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孫麥姐 對 陳若我剛才所講的 麥姐之前其實是一個 廣告的從事人員對不對 怎麼會想說跨界 你真的跨太遠了吧 又當模特兒 然後又當DJ 其實當初只是單純 真的對音樂很有興趣 是 想說可以放給朋友聽 但後來就有一些機會輾轉 也變成一位DJ 但我也很享受 可以當DJ分享音樂給大家 是 對 那像你現在當DJ這麼久 或者是說你現在也是名模了 你還會想再回去設計一些廣告類的嗎 有啊 我現在其實還是有在 還是在接 去做廣告 真的是很多人 真的是 對 那不過待會是不是在我們館內 可以看到你精采的演出 可不可以跟現場的朋友分享一下 可以看到你這個DJ秀的部分 有 待會就是分別 我會表演四個時段 四個都看到你 對 簡單講就是整個晚上都會有 就是六點半七點半 還有八點半以及九點半 所以 大家假如有空的話 可以歡迎來一樓 感覺一下 對感受一下 是是是 那我很好奇喔 因為你現在都傳說在各大經營的Party 你覺得 因為你對音樂也是非常有興趣 你覺得在一個 辦得好的Party裡面 音樂應該是有怎麼樣子的一個見解 你覺得應該是要怎麼樣類型的音樂 是適合真的是 很Great的一個Party 我覺得音樂因為有分很多種類型 那我覺得如果一個好的Party的話 它一定會有一個主題 對 所以我覺得 好的音樂風格是能搭上這個主題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也不見得是偏向電音啦 或者是比較Disco 你要看這一次當季的一個主題 那像我們今天是Globeries9 你有特別為我們安排嗎 像今天是榮耀在線嗎 我就自己有在思考說 欸我想要帶來一點結合過去或是未來的音樂風格 比如說有點Fun 然後到後來可能有點Future House 這種感覺 帶大家走一個Journey 就是像走一趟旅程 說一個故事的感覺 欸我覺得很棒欸 其實一個DJ最重要的就是一個靈魂 一個想法對不對 其實對於Globeries9 大家可能回想就是 欸應該會不會是比較復古 可是你沒有 你反而把它串連在一起 你覺得是比較 可以是一個Journey的概念 從過去到未來 哇好期待他今天的演出 希望大家待會一定要來好好的欣賞一下喔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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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緊接著呢我們要歡迎到的巨星就是 陳德修跟張彩妮 歡迎兩位 好的 現在兩位也步入了我們的紅地盤 也可以先看一下我們前方的攝影紀錄 好我們先暫停一下 請我們先讓我們攝影大哥來拍一下照 可以看到的是德修跟彩妮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組合呢 我們待會可以好好地跟他們來聊一下 好的 可以了嗎 好 謝謝 謝謝大哥們 來兩位請台商請 好 我們一支麥克風 我們先給德修好了 你好 大家好 都在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還有我們現場的對比你打聲招呼呢 哈囉媒體朋友們 然後現場的大家 大家好 我是修陳德修 是 另外一位 哈囉 我是彩妮 好的 兩位 我們現場的秀開始來訪問好了 其實好一陣子沒有看到你了對不對 都沒有在台灣有一些精彩的音樂演出 對 但很久耶 等滿久 是 因為前幾年我們在拍戲嘛 然後 今年我 回到台灣 然後發行個人的單曲 是 然後趁這個機會 然後 能夠 讓大家聽聽我個人的作品 是 那我聽說您的新歌很快就要上架 可不可以 噴個一兩句讓我們提康一下 畢竟今天是榮耀在線之夜嘛 對 而且你們又是前面一兩集的來賓 那我噴個副歌好不好 哈哈哈哈 Babe I wanna hold you everyday girl You are my angel you know me 不能抗拒你的美麗 是愛的直覺反映 我和你不相信 真的這十例拍這都沒有ray過的喔 現場第一次 讓那好我來分一下新歌的部分 我們也很期待囉 謝謝大家 那 才您呢 欸今天怎麼會跟秀一起合作走紅毯 其實我是她新歌MV的劇場 所以就是搶先獨家一起來走紅毯就對了 對 所以搶先曝光一下 像今天我的服裝也是特別為了她搭配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彌彩的東西 是 彌彩的感覺 對 就很彌彩嘛 對 所以今天特別為了我們Glorious Night 你有特別張惡一下彌彩系列 對對對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彌彩的感覺 對 那我覺得彌彩是一個永遠不會退的 那種時尚潮流 是 對 對 那 他的服裝就是搭配一下 喔 對 有欸 其實感覺有點 不一樣 可是又會覺得找到一個共鳴的感覺 對 是不是有點巧思 但是絕大部分的那種名彩的路線 對 那你的這個 這個是 欸 其實我特別特別搭配 特別特別搭配 對 它其實是硬的耶 但是鋼板嗎 對 其實我很擔心你知道嗎 我很怕你是成為武器有沒有 對 我很擔心就是自己的衣服會被刮破 是 但是這個是我特別找服裝的設計師幫我做的 因為我們金光閃閃 是 Glorious Night 榮耀在現成夜 對 這個重點我們特別做在一個小小的地方 讓他們配件 了解了解 真的是很有巧思啦 上上下下都可以看得到 他這次特別為了信義之夜 有特別做準備跟準備好 再次的感謝兩位囉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的 接下來 我們要來看看誰附入到紅毯了呢 歡迎 歡迎宋平恩 洪凱琳 歡迎兩位 兩位呢 同時也是我們維光集團的藝人 最近在YouTube市場廣告平面都有相當不錯的成績 好的 兩位請上台 我們先讓媒體朋友們捕捉一下你們的畫面 來 仔細看前方 昂偉 繼續 紅羊 好的 右邊大哥要再補一下畫面 那一位黑色大哥 好的 謝謝 來 麥克風 還有一支麥克風 謝謝 兩位微風女神 是不是應該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還有美女朋友們打聲招呼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庭妍 大家好 我是凱妍 是的 凱妍跟凱妍要不要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你們身上的服裝跟打扮 感覺有種黑白雙色的感覺 對 為什麼會搭配這種黑白色系呢 我們今天是特地這樣子有 一起一個組合的感覺 是 對 然後我們身上的衣服都是在 微風生意三樓的ZOEF ZOEF 在三樓 對 最新的 新的品牌 是是是 是 雲雲的牌子 雲雲的牌子 好閃亮耶 對 雲雲 我們倆還是同一個款式 有耶 都是同系列的 是 而且我覺得我一看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想到帝國大廈的那個 建築 很閃亮 而且很符合今天我們的主題 Glorious Night 榮耀在線直言 沒錯 不過我們趕快聊聊看最近的境況好了 我知道兩位 最近也是在搶攻Youtuber的這個工作 你們是不是剛錄完外景 可不可以跟現場朋友分享一下嗎 就是我們有一起在墾丁拍一個 類似像節目的東西 一個實驚秀 對 實驚秀 然後從企劃到拍攝跟剪輯 都是我們自己規劃 你們自己當producer 然後自己下台當主持人 後製也是你們自己剪接 這麼拚就對了 沒錯 聽說目前已經製作了四到五集了 是嗎 對 目前的計畫會有四到五集 那進行會出來 進行在我們兩個人的YouTube頻道會上 哇 敬請期待了好嗎 對 不過我聽到評判尊敬喔 真的是工作也是滿檔的 想要出席一些特大美妝的保養品 我覺得你的皮膚非常好 我現在進去 有種 吹彈可破的布置 要不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怎麼保養的呢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美妝保養這一塊 所以我也很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出書 美妝書 對 然後就是 然後平常就是會就是 研究一些就是美妝的東西 譬如說看雜誌啊 或是看一些別的KOL 互相分享這樣 所以其實你骨子裡是模特兒 但實際上你也很想要當一個美妝的YouTuber 沒錯 因為我是學這個科系的 所以就是很喜歡你 你是專科的 對對對 哇我們要進行遲到 謝謝謝謝 是是是 那你呢我聽說今天在館內 有一個很精彩很特別的活動 是嗎凱琳 就是為女神為宣 challenge 那是什麼challenge啊 大家8點跟8點20之間 可以來到營冰 一樓營冰處 就在我們的後方對吧 沒錯 可以跟我拿一個酒杯跟我chairs 對 然後錄下影片還可以籌很精美的禮品 是 就是大家到時候只要在Instagram IG上 你只要上傳 hashtag 為女神為宣 challenge 然後可以跟我們漂亮的 改靈來合照 其實我剛剛稍微偷瞄了一下 你那個裙子真的很漂亮欸 對不對 它好像是跟大家賣個關子 它其實就是一個 你知道 類似像一個行動的裝置藝術 待會進去就知道了 再一次的感謝兩位囉 謝謝 謝謝你們 黑白雙殺 謝謝 謝謝 來 我們讓公主人 我們收下麥克風 謝謝 請先管內休息喔 好的 馬上要歡迎到的是 我們最萌的小童心 依蘭以及依菲 還有依蘭嗎 歡迎三位 我們這樣看依蘭長大了 這也太高了吧 上次看到依蘭的 在網路上的影片 還很小欸 現在是個小帥哥 好的 哇 伊菲還 伊菲在吃棒棒棒棒 這算是我們 紅毯上的創舉喔 來 小心一點喔 哇 今天伊菲穿得好漂亮 就是林玉老師幫她設計的 好粉紅色的一個小禮服 小心小心 好 給我一支麥克風就好了 來 首先我們把麥克風給伊菲媽好了 我們讓伊菲媽做個開場好嗎 嗨 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伊菲媽 是 你是誰 我是伊蘭 你是誰 你是誰 伊菲 伊菲現在是兩歲 兩歲半 兩歲半好不好 有大將之風欸 兩個人走台步都不會擔心 也不會害羞的 我們先從 伊菲媽開始聊起好了 伊菲媽最近我常常看到 你的YouTube上面 分享了真的很多孩子 相關的一些影片跟照片啊 最近是 也是要搶公當YouTuber嗎 剛剛已經前面幾組 大家都非常的感興趣 越越越越視 我看其實最近我們 之前我們粉絲 就常常說想要看 我們生活的那個Vlog 對 所以最近剛好就是放假 孩子暑假 就比較有空 就拍了幾次Vlog 然後反應還蠻好的 對 剛好今天我跟美美是那個母服裝 都是林立老師的 然後美美前自己也跟那個修傑卡 是他們拍了十項的廣告 對對對 拍了那個手工的那個Contour的 高級定制禮服 就是他們那些是其中一款 是 然後我就把那天拍照的花絮 做了一個Vlog 哇 放在YouTube上面 對 然後你一直就是 蠻大受好評的 哇 那我們也非常期待 之後可以有更多 他們一些成長的影片啊 不過講到這伊人 伊人你現在幾歲啊 你怎麼突然長這麼高啊 你幾歲 現在七歲 好壞喔 伊人七歲 七歲差不多已經是小一的年紀了 那小一要生小二 伊人我想問一下 你今天在我們信義之夜 會有什麼樣子的活動呢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因為很多你的粉絲也都會到現場喔 我等一下要去二樓的Baby Madison 也可以來找我打卡拍照喔 好可愛 他是我們小小Baby Madison的一日店長對不對 今天他跟妹妹一起當一日店長 對 妹妹想講話 媽媽 你要說什麼 要來拍照喔 定格 不是 因為他知道媒體在拍他 所以他就是專心給媒體大哥拍照這樣子 我們跟大家揮揮手好嗎 我們讓媒體叔叔們 阿姨們捕捉一下你的畫面好嗎 來 我幫你們拿著喔 好的 我們再讓最後讓我們美麗的伊萊媽 還有我們兩位小童心 可以讓 右邊 右邊我們看這位 這位大哥 看這位叔叔喔 伊萊媽今天好漂亮名模的架式 同時也是我們微風集團的藝人 好的 可以了嗎 好 謝謝大哥 也謝謝三位 請先入我們館內休息 拜拜 伊萊拜拜 伊萊拜拜 飛吻 拜拜 他是他小一點 再見再見 好的 緊接著我們要歡迎到的是誰呢 歡迎 邱浩琪 宋雅倫 陳希彤以及倩范 陳昭 歡迎 四位帥氣的男生 好的 四位呢 最近有合作一個網劇 BLG 現在他們的搭配組合 就是在劇中兩隊的CP組合 對吧 沒錯沒錯 好的 我們先四位合起喔 我們先讓媒體同盟捕捉一下畫面 先看前方 好 我們前方的攝影紀錄 好的 視線移動到右方 左方 右方有一個舉手的大哥 好的 再到左方 哇 終於第一次看到四位粉尊喔 真的是各有特色 很有魅力耶 雖然是BLG 但我覺得女生都相當相當的心動不已喔 等一下好好地訪問他們 秋浩琪送雅倫 陳希藤以及Chan 好了 沒問題 我們兩隻麥特風大家 先溫流一下喔 好的 我先從好喜開始問喜好了 來見面 你好 你好 這一次是穿著什麼樣的打扮 其實還蠻複古蠻帥氣的喔 複古然後英式這樣子 是 英式風格 所以剛好我們這次 Glories Night 榮耀再現職業 好的 那下一位 Chan 我是Chan Chan其實之前也是很花界對不對 就是是花藝的老闆 然後又是個Traveler 很喜歡世界各地的旅遊 而現在變成了演員 覺得 跨來跨去的這樣 你自己喜歡哪一樣 我覺得第一次嘗試演演演戲 我覺得蠻好玩的 然後同時也覺得 Such honor to be here 還有第一次跟 跟另外三位主 前輩 對 因為比起來 我是最小的 是 他年輕的 然後沒有經營 好好 這一次就有三個 前輩奈我這樣 我覺得很棒 也覺得學習到很多人 太棒了 那下一位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宋瑤倫 Ellen Ellen 先輩姐你好 你好 像Ellen 其實我知道在這個劇中喔 你是視野音樂製作人啊 你自己本身對於音樂 像我們今天一開始的這位DJ 他本來他也是很跨解 本來是玩廣告的 現在跨過來當DJ 那你呢 你自己本身 你對音樂是有興趣的嗎 其實在演出這個角色的時候 就是有去嘗試練習啊 就看音樂製作人怎麼去調音啊 或者是怎麼去做這些音樂 所有的步驟都去學過一遍 所以怎麼學起來 感覺還蠻有興趣的 感覺好像真的彷彿自己說的演員 也變成了一個音樂製作人 對 下一位呢 西藤 哈囉 前輩姐姐 其實我看了就是你們的這個介紹 就唯獨你沒有講你是飾演什麼 其他人大概都知道 你是歌手嗎 你是甜點師傅 我好像看到那個新聞 我沒有看到你是演什麼角色 不然我們介紹一下 哈囉我是陳西藤 然後其實在劇中裡面 我跟她是一個Couple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 也是一個Vlogger 就是連這個到處旅遊這一種 就遇到她 跟她認識敬而交往這樣子 有一些互動 對 所以其實這四個人Vlog 都是第一次的呈現 那我不然我覺得好奇喔 感覺你比較像Captain 沒有像隊長一樣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比較老嗎 對很好 因為你算是比較裡面是 先有一些比較多的表演的 戲劇經典 算是 對 所以就算是我們的Captain 站得離我比較近 OKOK 是的是 我想要問一下喔 就像這一次的組合裡面 因為拍戲至今 應該還沒有拍完對不對 呃 再一個禮拜就上去 換要上去 那你覺得在這部文章 一個禮拜 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是什麼 印象最深刻喔 就是 當然就是我 我跟Chan 因為他是 算是比較新的演員 對 然後可是我們很快 就有很多比較 比較親密的 例如說韋戏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近 那他 很緊張嘛 那我必須要 跟他一起完成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必須要 在朋友的TV上 那這個過程 我覺得 是很有挑戰的 很特別 欸你知道你剛才講話的時候 啊 Chan對你的眼神啊 就是一直這樣 你知道嗎 一直這樣 是不是 我看你們根本就是 台上跟台下 你們的互動都相當的好的 對 因為這一陣子的連結 都很緊密 是 沒有魔氣這樣 好期待這一齣 真的纏上蠟的嗎 纏上蠟 哇 非常精采 最後呢 我們讓Ellen 要不要補充一下 或是Chan 我剛剛補充一下 就是其實 倩美姐剛剛說到眼神的部分 其實我們兩個也是 滿有愛意的 也有嗎 然後現場看一下 不是 倩真的從頭到尾 她就 她就寒情默默這樣 這樣看著那個 我們就好奇喔 我在旁邊都覺得很不好意思這樣 這邊也不甘吃肉 也不甘吃肉是不是 可以吃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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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很開心喔 四位這個新聖誕演員 有這麼棒的一個火花 什麼事可以看得到 我們預計是 10月15 10月15號 也快了對不對 快了快了 那我們盡緊期待 四位的獎上你囉 謝謝 謝謝 很開心跟你們聊天 謝謝 裡面請 對 從後面走 謝謝 謝謝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 林彥霆老師 歡迎林彥霆老師 這一次呢 林彥霆老師 她要跟我們分享 怎麼樣子的 時尚穿搭呢 相信大家 也都非常的期待 哈囉 老師你好 你一定要先趕快 讓我們被地方捕捉一下 你的秋冬流行趨勢 來 請看前方 正前方的攝影紀錄 哇 全身上下都是戲喔 每次看到了 林彥霆老師 總是覺得 她多學一點 我們的時尚資訊 她總是引領了 時尚間斷 來 請看右邊 右邊還有一位 這個舉手的這位 黑色的大哥 黑色的攝影師 還有這邊 左邊我們也有一些 電子媒體的攝影師 我們打在上面 好的 好 我們來麥克風 老師你好耶 大家好 老師你真的是喔 完全沒有變 就是動靈 動在那邊有沒有 對不對 從頭到頭 你也沒有變 不是 老師真的太誇張 你看到跟她近距離 跟她皮膚保養得好好 而且老師除了會保養之外 你總是 總是要穿 看你怎麼穿 我就知道今年秋冬要流行什麼 對 我覺得今天呢 我是代表在B1的 Earth Museum Ecology 還有Jujury飾品的專櫃 所以我今天穿的衣服呢 就是穿今年秋冬最流行的灰色系 所以老師講到重點囉 大家聽清楚了 今年秋冬流行的是灰色 對 早秋呢 你第一個可以入手的顏色就是灰色 所以就像老師今天這樣搭配 全部都是有灰色系 可是我看也有一些咖啡色系 還有比如說你的靴子啊 有豹紋 今年也流行豹紋嗎 動物皮紋一直到冬天都可以 秋冬都是基本款 是 那我覺得剛好 初秋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一些這種 拼貼式的抱紋 去做一些搭配 是 你就不會覺得說很單調 比如說我今天的衣服呢 是利用灰色彎痛的感覺 去做搭配 所以彎痛的意思是 從頭到腳都是同一個痛調 對 都是一個灰色 但是不同材質 它就會有不同樣的那種風格 是 真的有不同材質耶 對 它都不同的材質 蕾絲啊 蕾絲啊 蕎絲 但是呢 如果你全身上下都很甜美的話 那就會有一點讓人家覺得很膩 對不對 對 所以我鞋子 就稍微個性一點 帥氣一點 對對對 可是你看個性裡面 你還有蕾絲的 對對對 黑色襪子 黑色小小襪子 看到的巧思在裡面了 小細節 是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現在呢 秋冬大家不能忽略的就是小配件 像今天你戴的金色耳環 Glorset night 的主題 對對對 那我也是戴金色的配件 喔 然後像我今天全身上下呢 都是 呃非常非常好入手的價格 是 比如說像我的耳環 耳環 耳環 到TIS的耳環 還有珍珠也有金 對對對 而且呢 這是有上我們微風的DM的款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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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有聽錯嗎 是380還是380 380 380 對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覺得好像我們 配戴在身上一定都是精品 其實有時候畫龍點睛 我們配件是可以讓我們整體感覺很跳出來的 對 沒錯 所以大家只要就是在搭配上面去考慮到這些細節 其實你就是自己最好的造型 哇 太棒了 老師那我想請問一下 是不是您這一次有一個新品牌要介紹給大家 對 呃我在B1呢 就是Earth Music Ecology的一個Select Store 就是 呃我們台灣唯一集團最大的一家Select Store 就是全體器械 旗艦店的概念 對 然後我就是在那個B1的手扶梯口呢 開了一個Jewelry 就是Jewelry Select 就是Jewelry 就是你現在這個Jewelry Jewelry的耳環 然後其實它都是在500以下 稍微有設計一點 就是在500到1000以上 這也太親民了吧 就是很近 然後今天呢 我們搭配微風之夜還做兩間八五座 哇 今天真的超多的優惠活動 對 而且特別是 而且我們現在很多小朋友 對不對 我們今天還舉辦Party 就是你只要來我們各位上幫我們按讚打卡呢 那怎麼樣 就可以免費吃到飽 等一下 我有聽錯嗎 吃甜點吃零食吃到飽 哇這麼好 對對對今天就是一個大家開心 所以老師今天也會在我們的B1現場嗎 會 等一下呢我這個舞台結束之後呢 7點半我會在我們的Select Store為大家做直播 教大家今年秋冬要怎麼樣搭配 也就是說女人我最大會直接搬到B1 太棒了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把握機會 如果你現在在現場沒有朋友 對 趕快CUE大家過來找林業婷老師 對 難得可以看到老師本身 對 重點就是大家要 我不能說目鏡使用 對 要好好的跟老師來討價一下 到底怎麼樣可以搭配一個最實上的秋冬畫 是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很喜歡這件可是我不知道怎麼搭 沒錯 所以今天呢我要教大家就是 怎麼樣運用一件衣服 從現在9月份穿到10月份 再穿到11月份 再穿到12月份 然後再直接穿到明年的春 沒有不行 就買新衣服 買新衣 好的謝謝林業婷老師 謝謝 待會見喔 謝謝 老師管內請 接下來我們歡迎孫勝心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孫勝心今天 很特別的打扮喔 平常他口不是這樣穿著打扮 感覺今天非常的臭骨華麗 好 我們上來拍好了 上來拍 哇喔 想露他的好身材 小心 小心 沒事 好我們先讓前方的 攝影機構拍照 請看前方 盛心今天特別走這種奢華復古路線喔 好的 我們來看視線移動到右方 我們有右方的媒體朋友 來視線再移動到左方 哇喔 今天盛心有看到他有帶不同的 衣服 他的手勢 飾品 好的 OK 來我們慢一下幫我們 跟盛心來聊一下 哈囉 你好 我們前方站一下好了 哈囉 大家好我是盛心醫生盛心 哇喔 我真的是有 哇喔 因為我其實每次看到盛心 都覺得 這個林家大 今天我覺得好像看到電影明星 Movie Star 你平常很少做這樣的裝扮打扮對吧 對其實很少 但藉由今天微風之夜 我覺得 很開心可以做一種復古的 奢華的那種風格 是 畢竟我們今天是榮耀在線之夜吧 今天這身打扮 要跟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還有一些小巧思喔 譬如說 它是一個亮片 它有平貼的狀況 對對對 這個拼接的部分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是有一點透的 對 而且它是用手工的亮片 是Chloe Chen的定製禮服 欸你這樣想透 我才發現它真的是 有巧思 我一直以為它是黑布 但是其實你現在在試一看 它是看得到你美麗的大腿的 對不對 所以我 而且可以把亮片就是翻一翻 就可以比較個性 我剛剛一直在玩這個 一直在玩亮片啊 上上下下翻來翻去 所以其實我覺得 盛心就是很可愛 有一種鬼靈精怪 所以你平常的打扮 大概是怎麼樣的風格呢 平時其實蠻簡單的 然後休閒的可能 Oversize T-shirt 或者是我也蠻喜歡 Chloe Chen的一些 優雅的氣質的襯衫 或者是長裙 長褲 短裙 我都很喜歡 所以你就是比較 守這種帥性 比較中性的風格 就是你活動起來 比較方便的感覺 對 再來可能 比較注重的是氣質吧 對 但你既然今天打扮得比較復古 你會不會在下一張的新專輯的時候 可能 你知道你會把它 帶入到你的專輯風格 或是把它設計在你的歌曲裡面嗎 喔 對不對 也許我有可能 你的MV啊 對 但是我蠻想嘗試一種 可能沒有嘗試過的 比如說 嘻哈的打扮 好像也對喔 對我還沒有做過這樣的打扮 對 也非常的期待喔 不過你覺得 對你來說 秋冬 時尚 最不可或缺的一個 單定時尚 秋冬 你一定要入手 一定要買的 或是你一定會準備的 我覺得秋冬 我每次都會 去購買一些 簡單 又好搭 又有點造型的 外套 我剛剛就在猜 你會不會跟我說 那種類似像 比較oversize 比較長版的這種外套 對 秋冬的時候 我們可能裡面穿 簡單一點 但是一個好的外套 就可以一直一直穿 然後就 而且很帥氣 很簡單就可以完成這個打扮 是 所以有一點造型的 對 所以大家記起來 這個孫盛心的 時尚小tips 不過今天畢竟是我們的 信義之夜嘛 你走這個 紅坦星光大道 跟你入圍金局長走 星光大道 你覺得這兩個 對來說哪個比較困難 或是哪個會 真的比較緊張一點點 我覺得金曲 可能沒有像今天 這麼有壓力耶 因為 蛤 今天還是沒有 金曲有壓力 有一點 因為 畢竟這是時尚的活動 對 金曲是音樂人的活動 是 比較時尚一點 對 稍微出久一點 應該還好 但是今天的話 我就覺得 哇 好多美麗的帥的 是 然後我就要 好好的在那個狀態裡面 戒慎恐懼一點這樣子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 再聽到你的新作品呢 呃 今年底 就會 推出新專輯 現在正在努力的寫 新歌 對 要開始錄了這樣子 好的好的 我們也非常的期待 包括講到這個重點 今天是穿Koei Chen的衣服 是 聽說你今天也是一日電章 幫幫大家來分享一下 你幾點會再過一會一下 等著大家 待會兒六點四十分 在三樓 Koei Chen 三樓 我會當 一日電章 大家可以來 你會不會緊張 就是 就是畢竟你知道 這也是要拚業績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 走去跟大家介紹 Koei Chen的衣服 但是因為我真的 平時很常逛Koei Chen 所以我蠻有信心的 本來就是個VIP了 是的是 所以不緊張或擔心 屆時如果大家 對Koei Chen的衣服 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你希望 可以多了解 孫盛希 到底要怎麼 穿搭Koei Chen的衣服 好不好 我們一日電章在這邊 盡情的可以請教他 待會兒 謝謝 謝謝盛希 謝謝 今天真的好漂亮 謝謝你喔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 金馬的最佳新演員 范少勳 歡迎 歡迎少勳 好的 今天呢 范少勳穿著的是 最新秋冬的男裝 哈囉 你好 來我們現在台上 在讓媒體朋友捕捉一下 你帥氣的樣貌 來請看前方 前方的攝影紀錄 好的 還有右邊 右邊的媒體朋友 今天少勳穿得很潮 還有左邊 左邊 左邊我們也讓我們的民眾 朋友們 可以看一下照片 好 在中間 今天 他也是一日店長 是在一家店的店長 我們請他待會兒 自己介紹 好的 哈囉 你好 我們站前方 你好 謝謝 民眾朋友們可以看得到 嗨 大家好 嗨 不過謝謝恭喜你 上次我們碰到面 應該就是很遙遠的 金馬獎的紅毯 不過當新演員之後到現在 生活步驟有沒有變得更緊湊 沒有看過 好像有 好像有 最近也有在準備 新鮮 最近就在拍攝 有 感覺好像變瘦 對 感覺很好 最近角色 比較接近比較瘦 所以 希望自己可以更接近角色 所以是為了角色而減重 了解了解 大家盡情期待 是不是不能聊太多 因為要保密 保密 保密阿爹 不要很有責這樣 沒關係 我們先來看今天身上的這個打扮 其實你剛一進來 因為我們是配了紅毯 整個非常的耀眼 先介紹一下你身上的品牌嗎 我今天非常榮幸可以跟MSGN 擔任是品牌大使 是 然後一起來參與回風之夜 那 我現在身上這一套是秋冬新款 然後 今年他們的主題是以鬧鬼為主 那我有聽說 其實今天也才進入鬼月大概 第十九二十第三天的時間 然後剛好他又是以鬧鬼為主題阿 對 身上非常多的圖案是以恐怖電影的海報 然後迎接而成的 那其實我自己也非常害怕看恐怖電影 那我覺得這個設計 我覺得非常有趣 我非常喜歡 所以你自己是怕 好兄弟的 就是我比較害怕看恐怖電影 就是會覺得很討厭被驚嚇的感覺 對 可是反而可以把他花樣化 然後穿在衣服上 是覺得還蠻特別的一個打扮 對 對 我身上這一隻貓就是九命怪 然後電影裡面的那隻貓 有隻貓 對 因為牠這個位置比較下面 對 所以在這邊大家看到了一隻貓 九命怪嗎 所以牠是一個很經典的一個電影 對嗎 那我看你最近其實常常出席很多的這個 時尚品牌阿 或是一些party 你特別喜歡穿MSGM 是為什麼呢 本來就本身很喜歡他們家的品牌 我自己最喜歡的MSGM 是因為他們的品牌風格非常的創新 而且他們會跟非常多不同領域的設計師做合作 那這個是他們在線條阿配色上面都非常的新鮮 然後創新 這是我非常喜歡的 然後我今天晚上七點會在M二樓的MSGM的專櫃單位去店長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玩 太棒了我覺得MSGM一直都帶給大家很多正能量 線條非常的彩色很飽滿 就好像是我們范孝勳一樣 看到他即便他在演這個感覺好像比較陰柔一點的角色 但是他還是散發出這種陽光的氣質 謝謝 非常的期待你之後的戲劇演出 謝謝 謝謝孝勳 裡面管內琴 謝謝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是張宣睿 歡迎宣睿 誰 軒瑞也要鋪上紅毯 看看他今天會穿著哪一個品牌的服裝 我們待會兒跟大家好好的來聊聊看 哈囉 軒瑞你好 我怎麼每個人都變瘦了 我現在在這些男藝人旁邊壓力好大 好了我們先看前方的攝影記錄好嗎 今天他是以這個黑白拼貼的西裝 待會兒來跟他聊聊看 看他了不了解這個設計的概念 好 视线我们移动到右手边 右手边我们有摄影 好 还有上方有电子媒体 好 看到那边有位大哥 视线可以看这位大哥 右边有位小哥 当然旁边呢 右手边有很多的现场贵宾 然后左边也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 待会好好地跟我们的轩瑞来聊聊天 好的 谢谢 来 我们先往前站一点 希望有没有跟在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 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打声招呼呢 哈囉 现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轩瑞 张轩瑞最近在忙些什么 刚才范少叔说他的拍戏 为了角色变瘦 我看你好像也比上次看到 在更瘦了一点点 我刚拍完一部戏 然后现在已经休息 然后也要准备接下来不屑的前置 所以现在目前都还不能透露太多 这个关于新戏的部分 目前还不行 好 没关系 我们就好好来聊聊今天的服装 其实你除了 因为刚才我们有两位我们的微风女生 她们也是走黑白色系 为什么今天你要这样子搭配服装呢 因为其实今天我穿的是FENDY的 FENDY FENDY FENDY的女孩 其实她是在男装上是有非常经典的双拼接设计 哦 对就是其实会蛮适合喜欢就是变化的方法 是 就是不会太单调 然后也不会说就是很正式的时候 又想要有点变化 然后就可以选 所以你本身你是喜欢穿什么样子的服装搭配 你个人是走这种比较休闲风简单素色 还是你喜欢像FENDY这一季一样 她比较跳一点 可能就是很简单很简约 但是又带有个人的特色的服装 我觉得会是就是简单 可是又有自己的特色在 我觉得才会比较有亮点 是是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再转一圈 让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 因为这个拼贴 拼贴的完全的就是感觉就是一件衣服 它很适合有没有那种左边 右边就是不同人你知道 这样是一边 那边是一边 完全散发出不同的气质 一个是比较沉稳 一个是比较活泼耀眼 好的 谢谢张轩睿 对 谢谢 来后面先管内情 谢谢你哦 好 接下来请各位将您的目光 一向您的右手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围风女神郭媛媛 即将入场 欢迎媛媛 好的 媛媛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入场哦 她被GoShare的机车给站行着 欢迎围风女神媛媛 好的 媛媛媛 也让媛媛跟我们的GoShare 一起来合影 媛媛媛是我们的围风女神 今天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大家都是走进我们的会场 她是用奇境可以带入我们的会场 好 我们大哥指引说我们要在GoShare前面 今天也是一身镜中打扮 其实媛媛就是这样非常的多变 大家常常在我们的围风的一些行物上啊 还有各大活动看 她其实是一镜一动 感觉是这种语文语武的名国 然后现场呢 远远有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里面呢 是GoShare的优惠卡 要送给辛苦的媒体朋友 辛苦咯 当然咯 我们也希望这个GoShare呢 大家在路上啊 也就是可以非常的环保 我们一起节能减碳 当然她也是Oh My God 的一个OMG风格大师 帮我们送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 现场来送 好的 我们来请媛媛上舞台 也请我们的帅客帮我们 把我们的GoShare给骑走 好 来我们的麦克风 先给媛媛 嗨 媛媛你好 嗨 大家好 我是郭媛媛 水媛的媛婧 媛媛的媛媛 我就是一直在想说 到底媛媛我要怎么发音啊 郭媛媛 还是郭媛媛 其实都可以 对 其实都有 我从小到大 叫我一个字 媛媛也有 也可以 我其实觉得今天来主持 最大的show 就是可以跟这些微风女神 静静的来聊天 一般看真的 平面啊 或是媒体 都觉得好像很有趣 因为都是很冷酷 但其实你们都是很热情的 对吧 对 其实我们 因为平面照 它需要呈现的 都比较时尚高冷 对 对 但私底下 其实我们也是千变万化的 很活泼的 对 有气质的啊 可爱啊 生活的这样子 对 你看一来就送给大家礼物 可以不跟我们说一下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啊 这个呢 这是非常荣幸能够担任 go share的 生日性风格大事 没错 我们go share 也要生日快乐了 对 然后接下来也会有一系列很棒的 生日的活动 那当然我们最美的主持也有这个礼物 自己来都没有考机车驾照 你没有那 还好 刚刚没有违规 刚刚我们是坐进来的 不是 但是 我后来自己去外县市旅行之后 就很想要一个机车驾照 是 才可以租摩托车 然后也有这么棒的缘分 对 就是能够担任这个go share的生日性的那个 风格大使 风格大使 所以就特别为了go share 去考了机车驾照 哇 这也是缘分啦 对 对 因缘机会因为工作的弯心 然后可以跟我们的机车捷鱼 又可以爬爬照了 真的 然后很节能 简单 对 不过也要恭喜远元 最近工作满檔 比如说你有双代言啦 那 你知道 事情越来越多 会不会担心以后 没有自己的私生活 不会 因为其实 我选择的工作都是热爱的事情 对 所以工作及生活 生活及工作 都是享受在其中的 也是啦 享受当下 对不对 也是一种学习 不过远元 刚才你有四位的男主角 他们已经缠上你来宣传星星 有没有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缠上你是 算是唯一的女主角 要不要聊一下你的角色 就跟四个帅气的男生 在那边谈情说爱 但你在旁边 呃 要不要聊一下 没错 没错就是 对我就是里面唯一的女生的角色 对 可以说是女主角 但是是看着 雙 雙 就是一个 雙CP组合 对的一个角色这样子 当然对于舞女的我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扬眼的画面 那缠上你这部网路剧呢 十月会跟大家见面 到时候再请大家 多多支持了 好的 谢谢圆圆喔 谢谢 祝福力言 谢谢珍珍日上 好 要拍一下是吧 好 我们来补拍一下 好 我们让圆圆 今天也是穿着舞者 Glorious Mind 荣耀在线之夜的主题 对她来说 荣耀在线是感觉走透谷风 有格纹 有皮质不同的拼贴 我们让媒体朋友们 做一下画面 好 好 谢谢 谢谢圆圆 请先晚内休息 谢谢我们的微风女神 接下来 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今天的压轴 微风信义总店长 蔡碧芳总店长 以及毕书靖 欢迎 欢迎两位 今天呢 我们的总店长 也盛装出席 我们今天的心意之夜 来 我们可以抬上 两位先合照 欢迎B 还有我们的总店长 总店长 我们真的是穿的 非常的Sexy 跟平常打扮也不一样 来 两位 我们往前站一步好了 事先一次 我们先看前方的生意记录 好吗 靠近一点 好 B也太修了 不敢靠近我们总店长 来 请让前方 好 请看右方 右方 我们也为我们的总店长留下 美丽的窃盈记录 好 左边 左边也有我们一些亲友团 一些粉丝 我想要来合影 好的 谢谢我们的蔡总店长 谢谢 请您先入管休息 非常辛苦了 谢谢 好 接下来是我们 辈出镜要单拍 好 来 请看前方 是的 对于B来说 Glorious Night 荣耀在线之夜 她今天的穿着打扮想要传达什么样子的讯息呢 我待会也可以来跟大家聊聊看 右边 右边有粉丝朋友们很早就来咯 也跟他们们挥挥手 比爱心 好 我们事先在移动到左方好不好 我们要照顾到左方的粉丝朋友们 今天也是一下午 天气非常湿热 她就在这边等你 好吗 好棒 好棒 余艺人可以有这么棒的成就 也是要归功于我们在场 所有的粉丝朋友们热情的支持 谢谢你们 支持微风 支持B出镜 好的 可以了 我的麦克风 我们来跟我们的压轴Keystar聊聊天 嗨 嗨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要不要跟现场说我们的粉丝 真的要好好来跟他们问候一下 很早就在等候你了 是 现场的VIP 还有我的VFXM 还有直播上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Bee Bee 想要请问一下 其实今天是我们新衣之业嘛 然后主题又是Glorious Night 荣耀在线之业 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今天的打扮好不好 我今天穿的是LV的枕套 西装 对 感觉它好像有点俏皮的巧思 因为你看这边有拉链 是 我们转一下 还有后面你看 还有些就是感觉有点正式 但是又别具风格 他非常的低调 他设计就是 他的一个扣子就是 你不讲真的 不会看到那边去耶 刚刚Bee有想到说 这是LV的西装 但是他的扣子上 秀了一个LV 你真的是要离他 我这么近才看得到 是 是 不过我很好奇 你平常会喜欢出席 像这样的Party的活动吗 其实平常我是 非常的窄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 你很窄啊 对 所以很少参加这种Party 但是今天是因为 新微风职业 对 一年一度的盛事 是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可以参加 对 其实像大家都等待很久 当然就是因为 我们也知道 庇书镜今年 是出道十周年 是 十年走过来 我觉得大家点滴在心头 而且一路支持陪伴病 对你来说 十年是不是一个 很重要的里程碑呢 当然非常的重要 因为十年 其实感觉上是 就是 说短也不短 对 说长也不长 对 但是今年其实因为 本来有准备的一些 安排的一些 演出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哎呀 疫情真的很讨厌 对 那 也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有 可能是更 给我足够的时间 可以准备专辑 还有 更足够的准备演唱完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 蛮好的 所以 希望大家多多期待 对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 就是什么时候 可以听到的新专辑 虽然现在在准备 有没有 大概设定的一个目标 可能 尽快的话 就明年 对 其实也很快 因为你看现在 已经到到九月 就是 现在也正在录音 还有在 收歌 收歌 对 了解了解 那不晓得今天在场的VM1 或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媒体朋友们 有没有机会 可能一薄耳朵 听到您清唱 或是听到您演唱歌曲 当然当然要送给大家 对 我知道是维群之夜 今天主题 那我准备的这首歌也是 重新编曲 希望大家 喜欢这首歌 Come Back To Me 哇 经典Key哥 Come Back To Me 欢迎 毕书记 OK 现在我们会唱吧 对不对 一起唱一下 POP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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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心中要飞过 拥抱不能太久 再接近别说 眼泪中要脆弱 牵着你手 变成户 Porque 蜡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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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无 enjo 它咋 government 下面哪 cima !"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智慧和美容盾的雙手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伺慧和美容盾的雙手 이렇게 그대가 나를 떠난다는 그 순간부터 숨을 쉴 수가 없죠 이렇게 가슴이 아픈데 그를 떠나가지 마라 내 곁에 영원할 수 있도록 그대의 내가 내게 내게 Come back to me 이렇게 이렇게 또 무너져가는 나를 버렸대요 내 곁에 영원히 머물러줘 이렇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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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또 눈물을 흘러봐도 빛이 빛이 나의 여자가 아닌걸 이렇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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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영원도 못 씻지 Like it's up 이렇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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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속어도 못 관계 Oh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지혜와 함께 勇敢的雙手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Come back to me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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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屁書記 這邊請 謝謝你 好的今天晚上呢 我們的新一隻眼 馬上就要開始了 再次感謝所有新的